286. 《太陽報》 預製件說法混亂張炳良之協 2015年7月15日 港文A02本報信 政府前晚突然發新聞稿子啟程 H.一般獄室及約六分之一廚房軍使用內地安裝喉管的預製組件 與早前小部分的說法有別,令人質疑刻意隱瞞資料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作在記者會上承認與房屋處處長應要康溝通上出現問題 當傳媒追問是否需要道歉時,張炳良在會上表示代政府道歉 而在會上即承認自己記性不好的應要康 則在三隔四小時後透過聲明作詞來的道歉,對任何混亂表示抱歉 運訪局局長張炳良及房屋處處長應要康前日分別指 啟程H.使用內地安裝喉管的預製組件只屬小部分 但相隔數小時後發新聞稿提供的實際數量並非如此 啟程半數廁所內地預製應要康作在聯合記者會上發言時解釋 啟程H.的廁所一半是屬於內地水管預製組件 廚房方面,有兩座屬預製廚房,當中一半已安裝水喉 強調資料一樣,它補充指 啟程H.七個含源超標水板中,只有一個單位是使用內地預製廚房聯合組件 兩個預製廁所沒有聯合,另外四個廚房並非使用內地預製組件 徽亂H.即沒有使用預製組件,房屋處處長應要康作在被問及首次延伸為啟程H. 原水事件解劃時拒絕即時公開承建商名稱,是否刻意隱瞞? 應要康解釋當日怕講錯承建商名稱,又承認自己記性不好,並非刻意隱瞞? 當記者在追問他會否就事件道歉時,運訪局局長張炳良立即搶答,指躺在信息公布上造成混亂 代表政府說對不起,但認為目前化驗結果中,不能確定必然是預製組件出問題 將來是否需要到內地檢驗預製組件?他表示可交有房委會新成立的專責小組討論 特首兩真英作譯指,政府不會採援非制組件,只要水質有問題,政府便會處理。 而成立的則 復刻意